我們新聞每次都要寫你們不合 我們真的不合 我不想幫你們工作 金錢糾紛 就為了命義然後拆火啊 不爽有人遲到啊 然後有人就不來演啊 然後有人就愛來不來的啊 這就是這群人挺根的原因 假挺根真撈錢 跟著挺到收入還下減 有最高到多少 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 這群人每個月都兩百萬 每個月都兩百萬 我不要每次聽到營業 對你要先考慮那他的成本 當Youtuber就是兩百萬 這群人兩百萬 每個月兩百萬 我懂了啦 我根本喜歡聽這種東西啦 好 我跟你講 請到的大來賓就是我們的 展榮展睿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最近兩位停根之後還好嗎 還不錯啊 你真的就像如同康熙來了一樣 就是停在最完美 也剛好十二年 其實我以前也沒有察覺說 停根的力量這麼強大 停根還有力量 有啦 有啊 有啊 什麼力量 就是我以前都很忙 所以我不會去想說 原來我自己可以一個人做很多事情 就是我一個人早上起床要做菜 然後我要 就是洗衣服 折棉被 這樣做這些東西都是很習重 平常以前會做 但是你停根後 你去做這件事情 你會有一種覺得 欸 我真的是獨居老 等一下 其實你做的這件事跟你停根前 還是一樣可以做 本來就做 可是我覺得是 新進步 沒有講這個有意義啊 可是 新進步 對啊 你們兩個好沒有內涵喔 如果有一個人他工作十三年前 你才會被沿上了內涵 你不是嗎 停根前都可以曬衣服啊 對 不會這樣 可是如果你 你有一個工作做很久 你平時後 去曬那個衣服 跟你在 每天很忙的曬衣服 那是不一樣的 早上洗衣服 趕快出門丟掉 然後你那根本就是行屍 走路好不好 其實我在清貓沙 我也是有那個 反射動作 一個機器人 好搞定 然後貓就 好可愛 然後就結束 下次真的摸他這樣看 哇你真的好可愛 你就哇你好可愛 我現在就是在 放大廚師 對 然後下午就抱著我家那個貓這樣 然後就是要摸他的身體 然後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這裡是有感覺的 我覺得很 我覺得現在的人太忙 他們一定忘記這個地方是有感覺的 其實你在摸衣服的材質的時候 他有感覺你是會雞皮疙瘩的 你會覺得 我是每天摸啊 說人家會以為說幹嘛 你胸悶了 我說沒有在摸我自己 我們還沒有停根前 我是沒有辦法感受那種皮膚的錯 真的有耶 有沒有 你現在靜下來 其實每個東西都是有別的 你連摸自己的衣服 你都會覺得說 欸 我感覺到他的材質 哇 原來這是停根的力量 哈哈哈哈 可以讓你摸到更觸感的停根耶 大家都想說 前日發生什麼事 玩了之後馬上笑我這樣 停根後開始感覺到 然後問號 我已經感受到展榮停根的力量 那你呢 他講的那個感覺有點像是 可能以前他已經習慣一個模式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是大腦沒有停下來 因為我在停根的前三年 我就接觸了冥想這件事情 所以我其實很早就意識到原來我 大腦沒有辦法停下來 我就是一直在思考 沒辦法讓你自己安靜 然後其實一直處在一個焦慮的狀態 但是因為你已經跟那個焦慮相處太久 所以我就開始練習要把它切割好 就是拍片就是拍片 放鬆就是放鬆 放空就是放空 那像你的天跟完之後啊 那跟你們的團員現在相處了什麼 有傳訊息 我們算傳訊息 但是很久沒有聯絡 跟我們新聞每次都要寫你們不合什麼之類的 像我有個朋友問我說 你有跟你團員聯絡嗎 我說沒有 他說那你們感情不合嗎 我說也沒有啊 我說你會每天跟你家人傳訊息嗎 他說不一定會 我就說那就是那個感覺 可是我們如果在節目上遇到 那個熟悉感完全是一秒鐘就直接上台 我們可以在一個空間 大家不講話長達兩小時 你知道這要多放鬆的人才可以 搬到嗎 就是不合 新聞寫的是真的 為了錢鬧不合 就是沒話說嘛 你們應該是為了錢 我講那麼多 然後討厭彼此 對啦 來追講追講 都對你追講 這一場就會在那個新聞裡面說 我們大家都好對很好 然後私下就是其實 波濤熊 好了我不在 我不在包裝了 對啊我們真的不合啊 我就不喜歡他們啊 怎麼樣 我就不想幫他們工作 不想幫他們服務啊 我就不爽有人遲到啊 然後有人就不來演啊 然後有人就愛來不來的啊 然後有人都寫好劇本了 詞都寫好 直接沒到啊 誰 我想說 你是要聽這個嗎 其實有時候他們開玩笑 就是把開玩笑之後 然後講出來 欸 老公給我講一個觀念 你開玩笑呢有80% 真的 有80% 所以他剛剛講不合 是真的 好像是耶 因為有些人會說 欸幹嘛我喜歡你 我開玩笑的啊 那就真的啊 對啊好像就金錢糾紛了 就談不攏了 錢分不好啊 對啊 就為人家拆火啊 怎麼講 你們都沒有要聽 你們就想聽這個嗎 對嘛 你寫 超合 沒人要看嘛 這就是這群人停更的原因 好啦我知道你們很合啊 我覺得我更多就是越好的 才能就是講真心話 沒有但我覺得誠實說 也沒有到說真的都沒吵架 只是我們比較願意溝通 但是我覺得可以承認一點 我自己現在的感覺很像是 高中畢業跟大學畢業之後 就是其實你跟你的大學同學沒有吵架 也沒有發生什麼事 但是拉開之後 你可能會覺得終於可以 這一段人際關係裡面 喘口氣 然後交一些新的朋友 但是你並沒有覺得 見到他們 或是有同學會的時候 抗拒 你知道大家可以懂那個感覺嗎 我沒有討厭他們 沒有抗拒他們 但是我會想要趕快去接觸新的事 就是更多人 新的人際關係 因為我覺得 人生就是來體驗的 所以我很想再去 體驗更多更多 不一樣的人事 而且我反而是覺得 大多數的人對於分開 或者是離別 可能有他自己的情感和投射 那不一定都是難過的 所以我很期待 你們會不會有一天跟Energy 你知道 就突然有一天 辦一個你們合體啊 拍一個片啊 重新回問 我們屆時如果沒有YouTube這個平台 或是開管理音 會不會跟大家想像 但我覺得未來的事情 都不一定很難加 很難說 什麼形式不想 很難save 對 save就是說 很難save 我以為你在講那個 喔 停更完會挺金嗎 金錢的金嗎 對啊 假停更真撈錢 假裝弄出一個 啊我要停更完 然後之後再重再撈一筆 停更沒有撈什麼錢 好不好 停更就是停更 而且停更要停到收入還下減 很多人不是很好奇就是 一個經營很久的YouTube頻道 更會賺多少錢 我只能說有運作的時候還是比較好 有最高到多少 你說頻道收入嗎 最高有到 到200多萬 200多萬 對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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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千萬 等一下但是要千萬 阿光我們跟各位觀眾講 我們不要每次聽到營業額 我們就覺得人家很不賺 因為我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我們當時會有這樣的收入 但是那一整個月或是那兩個月 的員工收入可能是100多萬 就扣完錢 然後再加上我們其他人要分 所以我覺得營業額不代表 不代表一個人不賺錢 也不代表這個東西定多賺 有可能我忙的要只要我 我可能跟你上班是賺一樣的錢 可是有可能 叫各位房詐騙 就當有個人跟你說 他身價11的時候 你要先考慮 那他的成本是什麼 跟他有欠多少錢 跟他有欠多少錢 這群人每個月都200萬 每個月都200萬 真的 你看他燒像一個那個民眾 我們 我剛才跟他講 就是成本 他完全沒有在聽耶 他只有聽到200萬 他接下來其他東西 他都聽不進去耶 他被那個數字抓住之後 200萬 他就200萬等於這群人 他接下來就 沒有其他東西 Youtuber就是200萬 好啦好啦 這群人200萬 沒有啦 200萬 好啦我懂了啦 他在幫我們 這就是合體的價格 可以的 可以結束這一題 身價就是這樣 合體就是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我們很喜歡聽這種東西 好啦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們還不是Youtuber裡面最賺的 好不好 那還有誰 超多 不要不是拍戲劇的追賺 例如說我們的工作人員 大概十幾個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一個攝影師 只要講話就好 我知道 超好動的 就是 就是舉個例子 像超家翻唱的點擊率是可能 1000萬好了 但是跟另外一個講話的1000萬 那那個講話的 而且超家翻唱拍下來的成分 那整個系列 我們跑超多地方 裝髮美術道具 全部加起來 整個成分真的差不多200 哇賽 原來可以收入到200萬的耶 厲害喔 我沒有要理你們有沒有 只要不理你們 好啦 不用擋在教你 你剛剛玩服飾是一個 你剛剛聽到可以撿那個reels 懂嗎 你們最近不是有發那個好樂單曲 對 那你們在泰國有什麼新發現嗎 我看你們去的還蠻平凡的 就是它的飯店啊 像日本旅遊我也很喜歡 但是因為日本一樣的價錢房間比較小 我會想要選擇房間大的地方 因為像我姐姐她也會說 我不懂耶 你那麼喜歡去泰國幹嘛 我就說 因為房間很大 然後我姐她就沒辦法理解說 房間很大你待在房間幹嘛 但是因為他們沒辦法理解 我很常出去旅行 所以有一些基本的幾年對我來說已經 沒有辦法滿足 已經沒有慾望了 我覺得只要可以待在一個飯店 然後早上起床 看著那個窗外的風景 然後你就很平靜的這樣想事情 那用一個形容詞形容泰國的話 好熱 真的是好熱 這個 好了 大家想要白身體 就在這音樂 Let's get party 我沒有見到你的店 來得好突然 什麼意思 沒事 你居然記得 是覺得我很會跳對不對 帥帥帥帥帥 對耶 你都會耶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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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能取消我們的音 沒有 我覺得很酷 我覺得很棒 你寫詞寫曲 我有看到 對 我有寫詞跟曲 我最喜歡你們MV中的兩段間奏 嗯 我覺得有點讓我異世界的那種感覺 其實現在 我覺得在台灣很多人 他們不會重視藝術教育這一塊 當你被填壓教育的時候 很多事情不會給你時間去想像 然後我也有發現說 現在有人為什麼會很喜歡 韓國的MV或是國外的音樂 因為它會讓你 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甚至協助你 透過音樂去激發你對影像的想法 我們再透過影像去告訴你 好了這個音樂 然後帶大家進入一個虛擬的宇宙 還有虛擬旅遊的感覺 其實生活就像旅行一樣 所有的喜怒哀樂 所有的一切就是經歷它 接受它 放下它再繼續去經歷它 而且你們還把破水節帶到台灣 對啊 其實我沒有去過泰國破水節 然後我覺得好熱對我來說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對熱的定義 是不是會覺得好像是一個負面的 就是好熱不要出門 熱會中暑 熱會怎麼樣 然後我們為了抗拒那個熱 我們其實會開很多冷氣 或者是說我們會做很多事情 去抵抗那個熱 但我覺得好熱這首歌 是一個娛樂的方式 想告訴大家說 其實熱這件事情 其實是可以再更熱情去釋放 如果你真的享受熱的話 衣服不是重點 衣服也不會熱 甚至我覺得MV好玩的地方 導演為什麼讓它穿這麼多 因為導演覺得 他曾經當過上班族 他為了符合這個社會框架 或者是要當一個社畜的時候 其實再怎麼熱他都得穿那樣 對啊 因為他有很多標準 例如說領帶很多 就是到底有多少個包袱 多少個我的職業標籤 不然藍領 白領 彩色領 對 那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不要把這些框架 然後被框住的感覺 對啊對啊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聽我們的音樂 因為他們過往對於音樂的印象中 或是他們覺得會做音樂的人 是某個類型的人 有一個標籤在 所以我相信他們在欣賞我們的時候 一定也帶著一個成見在欣賞 可是我覺得那也不重要 因為重點是我們其實就是想帶給大家知道說 創作就是好玩 你享受它出來的作品 你開心 別人就會感受到開心 可是如果你自己都不認同了 你因為別人的框架跟標籤 你就真的放棄了 你十年後再回來看 你會發現你自己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所以其實很多作品 我覺得它不一定是你現在 會很有感覺 我喜歡就是在創作的過程中 然後加這些訊息 這些訊息 未來給他們的啟發 我覺得那個力量是很多的 對 有些粉絲就會take我們以前的作品 你就會知道說 喔原來 你當下的創作真的影響了他的一些想法 他可能現在不會感謝你 但是他可能十年後五年後 他會突然間回來發現說 喔原來我被你影響了 我其實默默的有照著你的方式在生活 應該說默默的學習你創作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要聽好樂 對 今天非常謝謝榮樂 分享這麼棒的音樂旅程 音樂就是旅行 就是一個體驗 我們等一下要聊下一part 我跟你說今天這遊戲很可愛 就是如果你們輸了 會跟我們前面那個詮詞 一個火辣的熱舞 喔真的嗎 問題的話妳跟他設我們 那評審是他喔 好 遊戲規則變換了一次 審對一下 你很會設遊戲耶 是不是 因為是 réuss了要跟它 oped 快速